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跌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炸血与心疯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解草鲜花遍地愁 龙争火斗几时休 抬头五月处再看凉堂 进汉中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退淫归山 礼毕咸云野鹤 光复长安 诉讼扬眉吐气 光复长安之后呢 郭子怡乘胜挥师东进 又收复了铜关 以及华银 鸿农二军 安庆旭经文长安市首 立刻调集洛阳的所有兵力 命盐庄率领 火速增援闪军 准备呢 死守这洛阳的门户 严庄呢 抵达了闪军之后啊 与拜逃至死的 张通如等人合兵一处 这时候共计呢 不齐已经到了15万人了 到了智德二年10月15 广平王李处率唐回联军 就是唐朝回联军 尽至取卧 今天的三门侠是取卧人 郭子怡亲自充当前锋 率部突进 在新殿与燕军遭遇 新殿呢 在今天三门侠市西南方向 两军随即展开了激战 由于燕军依山布阵 有屈高临下的优势 所以唐军呢 渐渐的呀 就立不可知了 开始呢 往后退却了 燕军呢 顺着山势啊 俯冲而下 准备对唐军呢 失忆致命的一击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燕军突然发现呢 身后卷起了 满天的黄尘的 滚滚尘埃当中 刚刚射出十几支箭 燕军士兵呢 便以相过骇然 为什么 他们知道 最让人恐惧的对手来 谁呀 回合骑兵来 原来回合兵团呢 趁燕军从山上往下冲的时候 已经沿着山脚绕了过来 从背后呢 对燕军发动了突袭 腹背受敌的燕军官兵 再也无心恋战 纷纷溃逃 郭子怡回军反攻 与回合兵团呢 前后夹击 将燕军杀的是尸横遍野 经此一战 十五万燕军 死的死 逃的逃 已经是所剩无几了 严庄和张通如等人 只好啊 抛弃闪去 带着残步回到了洛阳 看着从战场而侥幸 捡回一命的盐庄 安庆旭知道完了 大事已去了 于是在十六日深夜 与盐庄等人逃出洛阳 亡奔河北 智德二年 十月十八 东京 洛阳光复 广平王李处率军入城之后 正在担心如何兑现承诺 洛阳百姓就献上了 早已准备好的一万匹裸锦 李处又惊又喜 赶紧把罗锦送到了回和人手里 总算是又避免了一场截略 二十一日 郭子怡分兵攻克了 河阳就是今天河南梦州 河内今天河南沁阳 同一天呢 安庆旭的逃亡队伍当中 有一人掉队了 他带着一脸 是气暗投名 诚惶诚恐表情 来到郭子怡的军营当中 向唐朝呢 投降了 这个人呢 就是盐庄 短短一个月之后 盐庄就摇身一变 成了唐朝的司农卿 什么叫使实务者为俊杰 盐庄就是 该造反的时候 他造了反 该投降的时候 他投了降 该侍君的时候 他侍了君 该背叛的时候 他就背叛了 所以盐庄呢 总是能逢凶化吉 遇难成降 就是呢 乱世的生存法则 在此后一百五十年的 唐朝历史上 从一而终的人 当然不是没有 但类似盐庄 这种墙头草似的俊杰 那遍地倒是 当然这俊杰俩字 咱们得打上引号 他们能称上俊杰 那真是活见了鬼了 这到二年十月二十三 唐素宗李亨 终于回到了阔别 一年四个月的长安 百姓纷纷出城迎驾 从城门一直排出了 二十里开外 人人是手舞足蹈 高呼万岁 素宗李亨的拦驾 进入大明宫之后 御史台立刻将那些个 曾经投降烟朝文武官员 集中的一起 命他们脱下灌帽鞋袜 赤脚立于韩元殿前 垂胸顿手向天子请罪 是吧 表现表演啊 就是集体大伙一块 哎呀 我不是人啊 我就对不起你家话 他们周围啊 环力是一队队 全副武装的士兵 同时跟随素宗 从凤翔回了长安的文武 破官们 也奉命来到韩元殿前 来为官 接受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背离人民为耻的现场教育 10月25 以陈锡烈为首 300多名便捷官员 也从洛阳被押回长安 御史台照旧命 他们跟西京的降官们一样 在韩元殿前 是示众了一回 然而呢 分别啊 关进了 大理寺的监狱和 京兆的监狱 28日 素宗本着 逞前毕后 致命救人的原则 亲临丹凤门 颁布地道诏书 宣布 所有士臣百姓 凡受贼官路为贼所用者 由三法司分别查实奏报 其中 凡作战中被俘会有其他 特殊原因的 只要向官府自首 一律赦免 到11月初 广平王李处和郭子怡 从洛阳返回长安 素宗感慨万千 对郭子怡说 物质家国 由轻再造 数日之后 素宗封回和王子 叶护为司空 钟义王 并再次向他许诺 从今往后 唐朝每年向回和赠送 两万匹捐 从这一刻起 一直到唐武宗时期 这笔开支 每年都会列入 唐朝中央的财政预算 成为一项 债务性的 政治财政的负担 不仅如此 唐代宗保应元年 公元762年 回和再次出兵 帮唐军收复了 被史朝义占领的洛阳 唐朝又与回和约定 今后每年向回和购买 数万只十万匹马 每匹马支付捐 四十匹 瘦弱之马 召架之父 这就是唐于回和的 捐马贸易 捐马贸易 其实早在 安史之乱之前就有了 但是起初是一种 互惠互利的经贸活动 自安史之乱之后 这项贸易活动 就再也不是平等交易了 因为唐朝是以 数量大价值高的私捐 从回和购回了 量小劣质的马匹 这与其说是贸易 还不如说是 唐唐天可汗 再向昔日的藩国 蜀国纳贡 这项所谓的捐马贸易 让中唐以后的历届唐朝政府 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和巨额的财政赤字 回和几乎用清销的手段 每年都向唐朝 输送大量的猎马 就是他们用不上的 觉得不好的 全都销售给唐朝 而唐朝输入回和的私捐 始终不抵那些猎马的价钱 只好一再的拖欠 中国财力曲解 碎富马价 这是新唐书 石货志一 里面记载的 至德宗建中元年 到这个就是公元七百八十年 德宗建中元年 唐朝基欠的马价捐 已经高达多少 一百八十万匹 直到献宗元和二年 就是公元八百零七年 唐朝才一次 唤清了历年的基欠 但是此后回和用送来了 大量的劣质马匹 唐朝只好继续的欠债 直到武宗会昌二年 唐朝趁回乎 就是回和改名了 衰弱之际 出兵将其平灭了 这项带有 取入印记的历史性债务 这才被一笔勾销了 转过来 咱们继续来说 素宗的事 十二月初 太上皇李隆基 从成都千里迢迢回到关中 近地咸阳 素宗李亨 带上御用的车马仪仗 亲自前往望贤宫来接驾 这爷俩自从分开之后 这总算是 遇到一块去了 入宫前 李亨特意脱下了 天子专用的黄袍 换上了普通的紫袍 玄宗当时在望贤宫的南楼休息 李亨一到南楼楼下 立刻下马 迈着小碎布往前慢跑 在楼前拜无叩手 玄宗赶紧下楼 亲手夫妻李亨 哎呀 扶摸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当然这宝贝有点岁头大了 五十来岁了 扶摸着这宝贝的脸庞 禁不住是老泪纵横 李亨也是捧着上皇的双足捧脚 捧手脚从这来 剃气不止 随后玄宗命人 来来来取来黄袍 亲自披在了李亨的身上 李亨匍匐在地 一再叩手推辞 玄宗说 哎 天意人心都已归属于你 能够让朕安度晚年 就是你的一片孝心了 李亨推辞不过 这才勉强 穿上皇帽 勉强了两字 咱们打上引号 由于离长安还有一段路 父子二人必须在此留宿一夜 所以谁去正殿 谁去偏殿 这就成立到难题了 父子俩又是一方千让 你住去 不不不 父亲大人你住正殿 不不不 儿子你现在皇上你住正殿 推来推去 正殿是天子之位 必须由你居住 李亨坚决不同意 最后亲自扶着玄宗 登上了正殿 坐上了玉榻 玄宗才没有再让 稍后传善 李亨没到菜 都亲自尝过 感觉鲜美可口 给皇上递上去吧 这才给上皇递去 次任车架 启程回京 李亨亲自为玄宗 整理马鞍和缰绳 并且扶玄宗上马 当然这时候扶是应该的 玄宗这时候夺的岁数了 然后又亲手为玄宗牵马 没走几步 玄宗连忙阻止了他 李亨这才乘上自己的坐骑 在前面为玄宗引路 可一路上却不敢走迟道 这是御用的大道 而是始终靠边走 看见自己的儿子 当上皇帝之后 还如此的人孝 玄宗非常的感动 对左右说的是我呀 当了五十年的天子 算不上尊贵 如今当了天子的父亲 这才真正尊贵啊 《资质通鉴》原文里边 这么说的啊 《二百二十卷》里边 为天子五十年 未未贵 仅为天子父乃贵儿 这话是由衷的吗 这话由衷什么呀 这话就是说给他儿子听的 回了长安之后啊 玄宗马上住进兴庆宫 位于皇城外的兴庆坊 是由李隆基登基前的 这个藩底扩建二城 称为南内 苏宗李亨利一再上表 声明自己要回东宫居住 请上皇移居大明宫 当然了 他的上表都被玄宗的 一一给驳回来 玄宗这时候真说 好吧好吧 我去住大明宫 就拿你出事了 这父子俩 别后重逢这一幕啊 看上去 大伙天下的人都觉得 我的天哪 这要怎么顺人皇帝 你看人家 这孝顺劲的 对不对 中国在咱们讲 历史上 一直有的时候 是以孝之国 对不对 你看人家皇人 当皇人 当得好 当得对 对不对 素宗李亨的表现 一言一行 皆称是完美啊 当然了 首先我们要承认啊 经过一番生离死别之后 任何一对父子重逢之时 都有可能出现 那种催人泪下的场面 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李亨 说这里边 他完全都不真诚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起码呢 有两分的真诚 我少说了啊 最起码是两分半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却不难发现 李亨的言行举止 大伙品一品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煽情了呀 一直充满了表演的意味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李亨的表演 一直围绕着天子名分在做文章 你不管是依子袍了 居偏殿了 还是碧池到了 归东宫了 时时处处都在表明 我不想当皇上 我不想居天子之位 其实啊 咱们经常说一句话 越缺什么 越想什么 对不对 哎呀 就总说自己 我这个孤单 我怎么能 我应该做如何如何 我又安心 怎么 其实都是缺 自己缺 对吧 李亨越说自己不想要 就证明自己越想要 表面文章做得越漂亮 越证明自己心狠虚 这叫什么叫 玉与盖弥彰的 此地无音三百两 有道是知子莫若父 玄宗当然很清楚 李亨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一直配合了一块表演 这眼儿俩都是中戏毕业 李亨一子袍 他就亲手给李亨批黄袍 李亨千玛直配 必迟到 他就强调自己是天子父 所有尊贵 皆因天子而归 李亨口口声声 要让出大明宫 他就坚持要住在兴庆宫 如此种种 其实都是玄宗 对李亨的天子身份 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追认 而且是反反复复的追认 说白了 李亨要的什么 李亨要的就是这个 只有玄宗一次又一次的反复 追认李亨的来路不正的天子之位 才能一遍又一遍得到证明 并且得到巩固 一遍不行 必须得十遍 二十遍 五十遍 一百遍 这是李亨想要的 李亨这边 已经进入长安了 安清旭这边 仓皇逃离洛阳之后 一口气跑到了夜郡 就是今天河南安阳 当时呢 他身边只剩下 骑兵不到三百人 步兵不到一千人 安清旭很是沮丧 他就是自己 马上就玩完了 尤其是心不重臣 严装详堂的 更让他有一见穿心之感 不过呢 让安清旭庆幸的是 数日之后 蔡西德填成寺了 等等这些将领呢 就各率所部 纷纷归来 实力呢迅速就恢复了 不久呢 安清旭又从河北 驻军紧急招募了一批人 兵力很快就增到了六万 军升附阵 随后呢 安清旭把夜郡 改成安城府 同时改缘呢 叫天城 做完这一切 安清旭连日来的沮丧和恐惧 这才逐渐被 东山再起的决心所取代 那既然我还有本钱 那我就能接着玩啊 可是一直 一想到老潮泛养 掌握在史思明的手里 安清旭止不住 背脊就有些发凉 事之中人心叵测呀 史思明虽然是父亲 最信任最倚重的左膀右臂 可在唐军大局反攻 燕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 史思明会不会像严庄那样 幡然一致 捣戈祥唐 有可能 这太有可能了 这个 安清旭越想啊 就越觉史思明靠不住 为此呢 安清旭想了一半份 他把刚任命的宰相 阿什纳成庆和亲王安守中找来 命二人呢 前去泛阳 征调史思明的军队 以此对其境试探 安清旭盯住他们 要是史思明仍然忠于烟炒 肯交出军队 当然最好 万一他心生意志 想办法把他干掉 已决后患 安清旭怀疑没错 史思明那时候 确实是已经心生意志 准备降唐 就在安清旭仓皇逃离洛阳之时 史思明的心腹幕僚便力劝他 叛燕归唐 他们说了 如今唐室再造 安清旭只不过是树叶上的一颗露珠 转瞬即灭 将军何苦陪着他一块灭亡 史思明这边 他当然他不是个傻子 他觉得这个幕僚们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咽下唐军冰封正锐 所向披靡 如果继续玩抗 最后只能陪着安清旭一块玩玩 与其如此 还不如暂时归唐 保存实力 静待实变 更重要的是 归降唐朝只不过是 换极杆旗帜的颜色和名称而已 地盘和实力一点也不会少 躺着继续留在燕朝 势必会被满府猜疑的安清旭 府邸抽新 变成一光杆司令 随时都有可能脑子搬家 所以 史思明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那么 史思明究竟是如何做的呢 他是否顺利的详堂 安清旭派来的探子 又探到了什么 这两位探子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